哈喽大家好我是奥登 今天和大家分享通过SillyDevelopment来创建免费的代理节点 打开的官网 首先你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很简单 你需要填个用户名 邮箱还有这个密码就可以了 邮箱必须是真实的 因为它会发送邮件到你的邮箱去验证真实性 我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欢迎页面 这里的话我之前已经创建一台服务器了 所以这里有一条记录 接下来点击购物车这里 上面有个balance我们把它点开 这里是积分的一个页面 这个平台是通过积分来换取支援的 这里是总的一个积分 下面是获取积分的一个渠道 这里意思是fk也就是挂机 就是把这个页面挂在这里的话 就一分钟就可以获取是积分 当然你可以购买积分也是可以的 但是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这里获取积分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获取积分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来换取对应的一些服务器资源了 像cpu内存还有硬盘之类的 然后我们点击上面的创建服务器 点一个服务器的名称 然后下面就是选择需要的一些资源了 我这里就这样子就ok了 然后下面就会选择节点 这里是目前的话只有一个德国的一个节点可以选择 这里有个35积分 这里意思是创建服务器 它的有效期是7天 如果你要税息的话 就要获取通过35积分来 税息7天这样子 然后选择这个类型 这里是选择变成语言 然后这里是选择Note的JS 点击创建 安装会花费一点时间了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 OK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控制台页面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Files 我们需要把这个代码上传上来 首先打开这个仓库 把这个代码下载下来 解压 然后点击这个上传 OK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start.sh 我们需要修改里面的一些配置 首先把不需要的删除了 需要获取一个URID 其他就不用改了 如果你有优选的CFIP 这里也可以改为你自己的IP 也可以后面改都可以的 然后上面这里 我就使用临时隧道来测试了 然后固定隧道的话 后面我再测试一下 先把它保存 然后回到控制台启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栄特地 如果你看到控制台打印的节点信息的话 就代表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节点信息拷贝下来 首先把节点前面的这个横杆也删掉 然后把它拷贝 打开你的代理软件 把节点导入进去 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打开一下IP IP是5.92开头了 跟这里是一样的 对这门线是已经连通了 简单的跑一下测速 跑出了大概200兆的一个网速 OK 接下来改一下这个配置 使用这个固定的隧道 打开你的 卡费的控制台 点击Zero Trust 点击Access 然后点击Tunnel 创建个Tunnel 然后把这个Token拷费下来 把这两个注释给删掉 删贴到Token里面 把前面的删掉 然后接下来配置这个域名 输入一个值域名 然后选择你这个总域名 这个类型选择http url是localhold8002 这里必须要暂停 然后保存 回到这个页面 把这里域名改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保存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停止掉 然后重新启动 先把这个删了 先把这个删了 OK 已经启动成功了 把这个节点拷费下来 把前面的横杆给删掉 再次导入到你的代理软件 这里是我们刚才那个域名了 然后接下来再来启动 再测试一下 OK 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通过设置这个固定隧道的话 你这个服务重启的话 带里的配置是不会改改变的 可以看到这里右下载 这里有个lid6 现在是有消息47天 你点击这个lid6 可以续期的 需要35的积分 续期成功之后 刷新一下页面 这里就变为14天了 续期大概是这样子操作 积分的话 你只需要把这个页面 挂在这里 补动 它就会自动去累加了 OK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Zither Harp